这个银子药到底想做什么呀 她想要挑拨离间 北郡大皇子 你可有什么话说 冥王妃 这件事你怎么看 本王妃自然用眼睛看 不然用什么看 不愧是我的女人 冥王妃真是个妙人啊 多谢夸奖 我们公主总说 冥王妃很是有趣 她在南郡的日子 多亏了冥王妃相陪 这才免于无聊呢 可惜你们公主 却是个无聊的人 不知望远侯 是不是只认识本王妃一人 这殿内这么多人 为何偏偏要问我 难不成望远侯是认为 这北郡大皇子 做的这恶心事 与本王妃有关 这个云婉妮 果然不好对付啊 自然不是 我也只是想知道 冥王妃的看法罢了 本王妃有什么看法 与你何干 望远侯并非我南郡之人 也不是北郡之人 今晚这事儿 是南郡与北郡之间的事情吧 望远侯若是觉得无聊 大可继续饮酒作乐 而不是为难一个女人 果然啊 南郡这个老皇帝偏心 难怪月儿会被弃回东郡 到现在都不肯回来 北郡大皇子啊 你为什么会欺负李嬷嬷啊 百里长方不肯回答 而且一双眼睛鼓得大大的 瞧着似乎有些不服气 无奈之下 莫宗然只得命人将他送回义馆 并吩咐下去 明日便让人将他和百里青青 大包送回北郡 皇上 不知为何不见楚王啊 宁王被流放西香山 此事我倒是有左耳闻 那么楚王不知在何处啊 楚王有事耽搁了 原说 要去御花园溜达的梁小枝 也不知怎么出现在了天牢 这楚王 如今比三王爷混得还要惨呢 云小园 你是不是故意的 云小园 本王只给你一次机会 把本王的头塞回去